在疫情悶和乞 全港小學週二開始 可以分階段復課 不過學生上學前 就要先做快速測試 今早半身有預早起床嗎? 但也遲了 為甚麼? 因為我要等結果 明天一日可能會早點起床 再早多多少? 再早多多少? 不知道 今天早了多少起床? 這間位於青衣的小學 就安排老師 在門口檢查學生的快測紀錄 又幫學生噴消毒初手液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事 就是不知道要檢測 你完全不知道 老師有沒有通知你? 應該是有的 但我沒有看 有主人在學校 提我們要檢測 你完全不知道? 又問我們有沒有個分別 有沒有家長簽名 還有提升你 因為我沒有代表 而且今天都沒有做檢測 所以就要過來重新檢測 校方會通知忘記了做快測的學生家長 之後提供快測包 教導學生自己做快測 有學生就說做快測的時候 有點不舒服 不過相信慢慢會習慣 有家長同學生都表示 由於家庭經濟狀況不算好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持續派發快測包 校長就說 首個復課日 大概有10個學生 未能出示家長簽署 合實的快測陰性表格 校方就安排他們在操場進行快測 他說整個過程都比預期中順利 至於預期何時才可以全日復課 他就說要等待教育局 作進一步安排 家長聊天的時期 家長其實為了學生 都很想上學 你問我自己個人理解 我覺得停課停了這麼久 都是時候要上學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